幻幸好就是沒有讓情血案 其實阿姐是過了一點點的 我現在年紀大了 人家一收車就算了 就下車了 如果不是就讓情血案 血案就是很多時候 他真的屌你了 我先說一下 還要問 事件是什麼呢 似乎是嚴之其短 不跳標 應該是27元 不是24元 如果是紅的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了 發爛邪 根據剛才那條片段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有什麼都不定 就是他應該把錢專門 打下去 即是鬆手 跌地下 或者上車的時候 一說那條 就已經有些 接接接接接接 於是他們就屌糕了 正所謂 你是打算發爛邪 結果遇上過阿姐 很厲害 阿姐 一卵咀 他還拿一本帽子出來扮 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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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你了 不要被人狂屌 其實 真的要用 我知道的 其實 譬如你說排完一條長隊 一支短期 那你就想一下 今天真是不幸 遇到阿欺客 不過不要緊 我心裡要想 轉台又有好客 而已 阿欺客就當好客 這樣做 唯有是這樣 你開的士 有時遇到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反而 我試過跟一些 的士大哥說 即是用我的心態 調子自己的心態 他人開心開朗 氣場 這樣就好行 有時候會這樣 否則頭頭都碰著黑 喂 我一到街 譬如我住官廣 在九龍灣拿車 一拿車 拿一支旗 早上八點鐘 咦 去哪個機場 還要很順路 這樣想一下 馬上去機場 說回來 誰知道還未去到東涌 我不是在機場集 又有一支旗 中環 要過海的麻煩 去中環 打算放下客人 去對面馬路 用來拍九龍車 你突然間有鬼佬說要去尖沙咀 跟你安排好 最後我交車 我交班 距離四點半 五點 在九龍灣 又有一支旗 和我去到你們 我在觀塘 這麼巧 得不對 這樣就是 但是有沒有這樣好彩 在世界上 好了 越南首富張美蘭死刑案 這件事我們不說了 其實是這些 這些國家這樣的經濟發展裡面 一定會有人適應這些角色 而他們這些人 也一定是涉及了 當地的一些政商界的高層人物 這些不用去想 裡面會不會涉及權力鬥爭 不要去估他 只是知道很厲害 他很貪污 而且很離譜 不只是錢 他基本上就直接 簡單來說 因為他的勢力 他巴結了一些銀行 拿了一些錢出來 我們偉大祖國 都會填一半地一半 或者七成落袋 三成都要投資 他直接都不做 就把錢搬走 之而此類 但是 我們今天為何要說這件事 這件事 除了他 和他死刑 他老公是九年 香港人的老公 另外 其實還有十八個在途人士 當中有兩個是香港人 一個就是掃碼港董事局前主席林家麗 一個就是西貢商業銀行前董事會成員孫克強 兩個最主要都涉及什麼呢 就是涉及簽署文件 令到西貢商業銀行損失超過一千億港幣 簽署什麼文件呢 因為原來是林家麗 就是前主席 他曾經在西貢商業銀行做前董事 他有這個權力去批這個貸款 他現在就說 他都沒有做十年了 沒有做十年當然 不代表不關你事 另外 孫克強也是 對西貢商業銀行造成四百六十二億 越南盾的虧損大約是一千四百幾億港幣 以剛才我說的林家麗 就大約是八百七十八 二百鬆點億的港幣的虧損 當然你看回林家麗 他說我當他是十年前離職的 在十年前的之前 他二百多億 當然是非常厲害 十年前之後 現在十年之後 151617189 有這麼多年 當然孫克強就可以一千多億了 但是問題是 這兩個人 咦 咦 在香港 原來有很多職位 很多公職股 包括 我們看看 林家麗 林家麗 在越南七歲 越南出生 九歲來香港 我們當香港人 當然去 有香港身份證 然後移民加拿大 1989年回港發展事業 入過中銀國製造董事總經理 幫中銀在香港上市 好了 2016年 就做數碼港的董事局主席 做到2022年 才卸任 做了六年 現在是周濟航天科技集團 1725日常務副主席 也是上市公司 張美蘭夫婦 即是被判死刑的越南首富 在三頂倚聯的六間大屋裡面 我們看看資料 林家麗 是曾經 用張美蘭 單號大屋的地址做通訊地址 你說他們的關係是否密密 是否就這樣認識 還給了一間 山頂倚聯 給你做通訊地址 或者我們住在裡面 我們不知道 好了 好了 林家麗說 2014年 他就沒有再做西公商業銀行 然後沒有聯繫 他跟萬聖法案沒有任何關聯 這樣說 好了 至於這個孫克強 現在是雲基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 曾經出任多間國際銀行會計師樓 最重要的是香港機場管理局和資訊科技公司的行政政部 曾經是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而日前 孫克強仍然有和張美蘭的老公朱立基一起出席一些活動 曉得你了 當然 官商黑 永遠都是有這樣的情形 你又不能夠說 即使現在在台前很風光的人 你不排除他 後面都有很多骯髒的事 但是 他們現在是被通緝的 記者去問港府 喂 有沒有國家曾經要求過你交人 或者交現在案情 港府就說個別國家有沒有提出要求呢 不宜公開 我甚麼都不宜公開 我想問 喂 現在 究竟你們有些公職 例如數碼港主席那些 我不用你港府交代了 數碼港交代 我們真的 有沒有sensor 確認一下 究竟 哇 原來這些 是甚麼人來的 當然 你可以說 那怎麼辦 那你成哥 都要找他 你記住他不是成哥的拍檔 他是成哥在 越南的曼宮竹 上個月還在出席活動 比如這個孫克強 但是 去年10月 其實 越南已經出了窩論 究竟你現在跟越南 我不知道 真的有沒有那個引渡條例 很多國家都沒有了 很多國家都沒有了 香港真的 好像林鄭說的 逃犯天堂 那他們有的 那他們全都是長大 那兩個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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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 另外小紅書有一個內地的網民發帖 他說他行物理浩徑 見到很多垃圾 很多膠水瓶 呼籲大家真的不要這樣 這個內地的網民在小紅書上發了幾張照片 他說他行物理浩徑 去年來的時候都是很舒服的 北境之前深圳已經有很多地方都有垃圾 他說為什麼來到這次有這麼多垃圾 眼裡的網民認得到 就認得到那裡似乎是在那裡 他們的網民認到那些地方 我又死定了 忘記了 就是破邊周那段 另外就是大浪灣 有些網民很難壓眉 我不知道為什麼壓眉 因為你這樣拍一段路是差不多的 但是那些網民全都一看 就是那些瓶 清一色是簡體字的瓶 它是真是丟人言言 這些是大陸網民說的 但是也有網民說 雖然這些都不能夠一口咬定 就是我們大陸人的 其實誰都好 我覺得很理性 誰都好 就真的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玉外式那些交易地區 我真的覺得這樣 去到那裡都不應該這樣為由垃圾 其實根本就是 老實說 你帶走 去到路口 香港實有垃圾桶 譬如你的終點 去那裡扔走 再不是的 就用膠袋 帶著帶走 去到路口 去到路口就扔了 所以你說垃圾 還說要什麼 好了 這個女生就呼籲 她說 有網民 小紅書有網民 她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她說 不如我們整個日期 就是這個星期日 4月21日 一起去物理浩徑道 參加清理山海垃圾的活動 她說 大家自費去目的地 幫忙搜集垃圾 一齊搬回去萬宜水庫的公廁 為什麼搬去萬宜水庫的公廁 你是不是說萬宜水庫公廁 隔壁的那個垃圾站 我不會說 特別是大陸網民 坦白說 如果你說清理色是那些 你喝得那些東西 的香港人 都是黑魯才 你不要說話 你真是 我說過不再說 我真是受不了 因為一次之後 領到團豆 張志恒月初自爆到茶茶廳上班 上星期一家人外出為大仔慶祝 五醉生日 正當外界以為他們一家六口生活已經改善 昨天她老婆文文 又在IG上限時和泰國出帽子 吵爆了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個文文 他要說 你真是 這麼有型不要出來黑 現在去到這樣的外話 願發生的 終於發生 你終於都令到家裡被人減電 完全已經不在容忍範圍之內 小朋友沒有得煮東西吃 又沒有熱水沖奶 不停哭 請問你想怎樣 同日晚上 Steven再次在社交網上 再電子錢包的QR Code 並在照片上加上十個小時 已經想不到任何辦法 及求助等等的字句 因為人減電 文文出來炸刑 然後Steven就連個QR Code出來 到今天 文文在社交平台上發文 感謝網民幫忙 更揚言 不介意被指黑衣 他說 多謝真正有心的所有人 多謝真心幫過我們的人 昨晚凌晨已經一切安好了 其實如果被人減電 你馬上交完電費 是不會馬上接回電的 減電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減到你的電 你可能會減到幾個月 他應該要來開 不是你給錢就馬上開到 我不介意你說我黑衣 我相信沒有人會想走到這一步 但經歷完沉入十幾個小時 小朋友又不幸發燒和嘔 我已經得到我應有的教訓了 我不是不做事 我是剛剛起步 未足一個月 所以現在還是零 多謝真正關心我們的人 也多謝罵我們的人 發生的 我已經有足夠的懲罰了 唉 真是不想死 沒想用 這對夫妻真是 真是你老實說 社會的渣子 真是 其實你們的困境我明白的 我真的明白的 有時候 剛剛開工還沒有錢 但是想一下 看著你們這件事爆出來 我相信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 幫你們的人買錢 真的不會太少 搞到今時今日 還有一個黑衣 還要說到我不介意 人家說我是黑衣 你有幾個小孩 有小孩 有什麼父母就不幫 我想真的你們 很有問題 如果不是 不可能是這樣 這個文文還可以傳出 黑衣 黑衣 都未必想 謝謝 謝謝